12月25号,自治区召开领导干部会议 中央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江信志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 陈全国同志不再兼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马兴瑞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 陈全国主持会议并讲话 马兴瑞、埃尔肯·土尼亚兹讲话 肖开提一鸣、诺尔兰·阿卜都满金、李毅飞、何忠有等出席 陈全国表示 这次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同志的调整 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疆工作的高度重视 对加强自治区领导班子建设的关心关怀 对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殷切期望 我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 陈全国说 在新疆工作五年多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与全区各族干部群众一道 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因因嘱托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定坚决贯彻习近平总说记 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特别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 全力做好稳定发展各项工作 新疆呈现出社会大局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得益于习近平总说记领航掌舵 得益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得益于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特别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贯彻落实 得益于全国各族人民无私支援 也是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结果 陈全国说 在新疆工作五年多来 我与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朝夕相处并肩作战 结下了深厚的情意 特别是在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聚焦总目标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过程中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难以忘怀党政军警兵民的辛勤付出 日夜坚守 难以忘怀广大党员干部的忠诚担当 信任支持 难以忘怀2500多万可亲可爱可敬的各族党员干部 和人民群众的深情厚意 难以忘怀新疆这片1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江域 壮美和山 衷心感谢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对我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 陈全国说 当前全区上下正意气风发 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 我坚信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马兴瑞同志为班长的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下 新疆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忠心祝愿新疆各项事业繁荣进步 忠心祝愿新疆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马兴瑞表示 完全拥护千决服从党中央决定 忠心感谢习近平总说记党中央对我的信任 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马兴瑞说 近年来以陈全国书记为班长的自治区党委一班人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 推动新疆工作取得重大成效 陈全国书记为新疆的改革发展稳定事业 倾注了大量心血 做出了重要贡献 马兴瑞说 我将牢记习近平总说记的阴阴嘱托 认真贯彻落实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 和习近平总说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同全区各族干部群众一道 依法治疆 团结稳疆 文化润疆 富民新疆 长期建疆 一步一个脚印 把习近平总说记被新疆破坏的红尾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一是始终坚持对党忠诚 旗帜鲜明讲政治 学懂弄通坐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始终在思想上 政治上 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二是 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坚持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新疆工作总目标 坚定不移 促进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长期稳定 绝不让来之不易的稳定形势发生逆转 三是 以人民为中心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四是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政治标准 推动全区上下形成风轻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武士坚持 以身作则 永保清正连结政治本色 带头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牢固树立正确政纪官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查实情 办实事 求实效 马兴瑞说 我们坚信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有历届自治区领导班子奠定的坚实基础 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无私支援 全区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齐心协力 砥砺前行 一定能够推动新疆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埃尔肯·土尼亚兹表示 中心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 关于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同志调整的决定 他说 陈全国同志到新疆工作以来 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团结带领全区上下 完成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 坚持依法治疆 团结稳疆 文化润疆 富民新疆 长期建疆 推动新疆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效 党中央决定马兴瑞同志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 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对新疆工作的关怀和支持 我将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以马兴瑞同志为班长的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下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贯彻落实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 特别是习近平总说级重要讲话精神 聚焦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特别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 进一步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新局面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现职省级领导干部 副省级以上老同志 区党委委员 候补委员 地中市党政正职 区职单位主要负责人 区属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 中央驻江单位主要负责人 各民主党派区委 工商联主要负责统治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委员 候补委员 各师政委 师长 党政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